三星將向美國威瑞森通訊公司供應5G機站 合同將持續到2025年為期5年 訂單額為7.9萬億韓環 為三星機站相關業務每年銷售額的1.6倍 合約通過將由三星負責在美國 引進和維護局部區域5G機站 偉瑞森通訊計劃每年進行180億美元的設備 投資5G機站設備除三星外 還向瑞典愛納信等下訂單 9月8日半導體行業相關人士透露 由於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 8月17日晚間宣布升級版的華為禁令 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 將停止用於華為的半導體生產和供應 據《朝鮮新聞》報導 華為的採購額分別佔三星電子銷售額的 3.2%合共人民幣大概426億元 和SK海力士的11.4%合共人民幣大概172億元 該禁令將於於9月15日生效 使用任何利用美國技術、設備、軟件生產的半導體 在供應華為之前都要獲得美國批准 目的是全面封殺華為 向第三方採購晶片、半導體行業相關人士表示 三星電子、SK海力士、美國、美光、台灣聯發等半導體企業 曾向美國政府請求批准和華為的交易 但至今未有企業獲得美國的批准 即是全球半導體企業僅可以向華為供貨至本月14日 並且在香港時全球中間的連絡 使用日子、日本人在免費中心 然後在香港時代表給他們的並且 寫白電子、原動機很明星 所以在香港時代表給他們的領導體 並且在香港時代表給他們的協力 過程中間的大力 所以他們的歷史純和華為